这里是金秋夏的北京植物园 今天又是个好天气 植物园的卧佛寺里 有两棵盛开的银杏树 今年樱桃沟里的水量也挺大的 今天是北京赏秋之旅的第二天 来到了北京植物园 来北京植物园公共交通也非常方便 很多北京人来北京植物园都使用的年票 北京的公园年票是100块钱 可以去20多个著名的公园 而对于普通游客来说 植物园的门票是10块钱 这也是一个非常良心的门票价钱 秋天的植物园没有春天那样色彩绚烂 因为春天植物园里有山花节 有桃花节 有玉金香节 而秋天 这里基本只有金黄的银杏和一点点红叶 植物园里有几处小的湖面 今天真的是秋高气爽 阳光灿烂 温度大约有20度 一点都不觉得冷 秋日暖阳 照在身上非常的舒服 前面有个曹雪芹纪念馆 据说曹雪芹在他晚年的时候 曾经在北京西山这边居住过 这也是植物园的人工湖 湖边有几株彩林 平日的北京植物园 非常适合很多老年人来这里散步 锻炼身体 也是一些摄影爱好者的摄影天堂 今天是周三 所以游客比较少 前面有个很大的温室 里面应该是一些不常见的植物 单独收费 温室外面有一大片金黄的树林 基本上在植物园里没有看到红叶 基本上在植物园里没有看到红叶 红叶准备从明天起去几个可以看红叶的地方 不过这里的黄叶也挺漂亮的 现在到了沃佛寺 我几乎每年春天都来植物园 但是这个沃佛寺其实去的次数很少 今天准备进去看一看 沃佛寺就在植物园里面 单独收费 五块钱一个人 这个沃佛寺可有历史了 距今大概有1300年了 始建于唐朝 最早里面是一个坛木制作的沃佛 在元朝的时候重建 就做成了同志的 在不同的朝代 这个寺庙有不同的叫法 不过人们还是简称为沃佛寺 比较方便记忆 现在沃佛寺里有三个大殿 中间的是大雄宝殿 后面的一个是沃佛寺 在大雄宝殿的两边 各有一棵盛开的银杏树 现在正是银杏树金黄的时期 在北京好几个寺庙 都有非常著名的银杏树 这还是我第一次来沃佛寺 看两棵银杏树 这左右两棵银杏树 大概高二十多米 树林有八百多年 我很喜欢这个沃佛寺 所以来植物园 建议大家都来这里看看 毕竟门票只有五块钱 何况这两棵银杏树 是这么漂亮 结束了沃佛寺的参观 现在往樱桃沟方向走 樱桃沟就在沃佛寺的旁边 徒步过去 单程大概一公里多 路上有几棵巨大的漂亮的树 这个景点之所以叫樱桃沟 是因为这条沟里有很多的毛樱桃 今年雨水比较大 所以樱桃沟里的吸水 水量比较大 中间还有一个小瀑布 沟里有很多高大的山树 记得春天来这里的时候 站到两旁有很多人工喷雾 感觉这里非常的有仙气 看这些树 多高大 继续往里走走 前面就是这里的水源头 以前还有不少人从这里接泉水回去喝 樱桃郭这边还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29运动的纪念亭 植物园这边的道路设计 经常是趋近通幽 这里有很多的园林和花园 植物园 植物园几乎是很多北京人每年都来的地方 其实秋天来这里打打卡也不错 这真是金秋的感觉 回来的路上还看到了满地的菊花 自从我说带大家看看北京的金秋 有不少网友都希望能够带他们看看北京的红叶 尤其是香山的红叶 北京可以看红叶的地方也比较多 不过目前好像都没有完全红 明天准备去红螺寺和燕溪湖看看 谢谢大家的关注 今天是北京赏秋的第三天 这里是北京的红罗寺 离红罗寺不远就是燕漆湖 一天时间游览两个地方 时间绰绰有余 今天来到了北京怀柔的红罗寺 这上面的牌楼写着红罗寺 京北巨叉 来红罗寺交通很方便 除了自驾也有公交车 红罗寺是一个千年古叉 进入园区 首先看到的是红罗泉 这里之所以叫红罗寺 是因为传说 这里曾经住着两个仙罗 他们自身会发出红光 照亮了这里的山 所以这里的山叫红罗山 这里的泉叫红罗泉 而这里的寺庙就叫做红罗寺 首先 石阶而上去红罗寺看一看 红罗寺有个大熊宝殿 大熊宝殿的跟前有左右雌熊两棵巨大的银杏树 两棵树很神奇 一棵开花不结果 一棵结果不开花 这两棵银杏树都有千年的树林 你昨天在植物园沃浮寺里看到的银杏树 年纪还要大 可以说这里的红色寺庙配金色的银杏树 画面真的太美了 现在往大熊宝殿的后面走一走 大殿后面也有两棵神奇的树 这个叫紫藤济松 因为这棵巨大的松树 被两棵巨大的紫藤环抱 据说春天非常美 这也是一棵平顶葱 树冠巨大 只能用铁架支撑 红河寺是金、元、青三代的京北巨叉 名气非常大 而且这里的自然风光非常美 现在这里的红叶也红了 在后面的红螺山上 也有一个名气很大的小寺庙 叫观音寺 据说每年来观音寺的人非常多 很多人就是为了到观音寺才来红螺丝的 现在爬山去观音寺看一看 从大熊宝殿这里爬到观音寺 大概要40分钟 上下山有两条不同的路 可以走一个小环线 现在山上的红叶红了不少 上山的路都是台阶 慢慢地走也不觉得很累 爬到半山腰就可以看到很多红叶了 北京的很多红叶都是以黄炉为主 而在北京大部分黄炉的叶子都是11月初才变红 包括香山的红叶也是 所以现在香山的红叶还没有完全红 等再过一周再去看香山的红叶 其实我在北京几乎看过所有的红叶景区 很多网友希望我能去看香山 看坡丰岭 还有北京森林公园和长城的红叶 接下来一周多可能会选择几个景点 前面马上就要到观音寺了 每年来 红罗寺观音寺的游客不少 很多人都是来拜佛求子的 据说这里非常灵验 前面这个寺庙就是观音寺了 一路上有很多起伏的红袋子 进去就是观音寺 观音寺后面爬上去还有一个寺庙 这里基本就是寺庙的尽头了 现在开始从观音寺返回 观音寺门前有个巨大的钟 下山选择了观音路 这条路相对平缓 之所以叫观音路 是因为这一路上处理着非常多的观音菩萨 很多人几乎是上山一路拜上来的 沿途挂满了球子的锦旗 游览完整个红罗寺大约三个多小时 感觉时间尚早 决定去它旁边的燕漆湖看一看 燕漆湖离红罗寺只有几公里的路程 到燕漆湖 很多人建议可以去它旁边的西山步道走一走 现在就到了燕漆湖的P5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就是西山步道的起点 据说这里也是很多人来燕漆湖的网红打卡地 因为这里不要门票 这就是燕漆湖西山步道的起点 整个步道大概有七八公里 不过目前有一段在修缮 所以只开放了四五公里的样子 首先要沿着木栈道往上爬 这个步道爬起来不累 因为高度不是很高 而在栈道上就可以看到旁边整个燕漆湖的全景 燕漆湖曾经举办过国际会议 IPAC会议 所以这里打造的非常干净漂亮 现在看到的就是会展中心 从高处望向远处的燕漆湖非常美 整个步道上有好几个观景台越来越开阔 站到两旁有很多的红列 看这面山将近有一半都变红了 这是第二个比较开阔的观景台 可以看到整个燕漆湖的全貌 基本上现在来燕漆湖 要么就来这个西山步道走一走 要么就去燕漆湖里头坐船游览 门票好像40多 船票是90 从山上可以看到 有三个比较著名的建筑 一个是这个燕漆岛上的九层塔 一个是远处这个圆圆的酒店 还有就是这个会展中心 再往前走 还有一个观景平台 这里的视野就更加开阔了 可以说现在是来燕漆湖最好的季节 看看整个燕漆湖的全景 从这里看下去既辽阔又美丽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个西山步道的 现在也是秋色正好 遍地彩林 下面还有个高尔夫球场 草坪非常美 继续往前就有出口下山了 没有选择往回走 而是从这里下山 不过从这里下山要走回停车场 大概要走1.5公里 这次来红螺丝和燕漆湖是和朋友自驾过来的 想着开车围着燕漆湖转一圈 也想看看三个地标建筑 不过九层塔 不预约不能进 现在路过的是会展中心 也没有对游客开放 最后看到了这个日出东方酒店 也是凯宾四季酒店 结束了一天的游览 从市区到红螺丝和燕漆湖 大概有五六十公里 一个小时即可 也有公交车直接到红螺丝 回来时还看到了晚霞 明天继续关注我的北京赏秋之旅 明天继续关注我的北京赏秋之旅